11月12号是一年一度的医师节 花莲慈激医院以及台北捐血中心的花莲捐血站 举办捐血活动来庆祝医师节 并与慈激大学实在永续消费合作社合作 捐血就送花莲有机农产品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邀约更多人一起来热血响应 11月12日是一年一度的医师节 为了庆祝这天 花莲慈激医院与台北捐血中心花莲捐血站 12日上午在花莲慈苑大爱楼一楼圆环区 举办捐血活动来庆祝 那今天也是医师节 那我们在这个花莲林兴隆院长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医师 都在这样的非常有意义的医师节的情况之下 呼吁大家能够踊跃的伸出双手 伸出卷起袖子 捐出我们的热血 这次与慈激大学实在永续消费合作社合作 捐血250cc就送一袋花莲有机农产品 也非常感恩这些大家愿意捐出一袋热血的人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跟这个永续合作社一起合作 推广了这个有机小农的一些产品 像我现在手上的呢 有这个在地的木耳结豆 那这些都是今天早上现煮现摘的 然后还有一些在地的这个饮食 但是希望跟大家结缘 然后也希望把这样子的饮食文化呢 推广给这个所有的民众 华林捐血站表示 感谢华林职院的号召 邀请许多医护人员晚秀捐血 各个大大小小的医院加起来要125代左右 那如果当天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 没有像今天这样有活动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只有捐个20到30 所以会有严重不足的状况 才会希望说大家能够踊跃的来捐血 那目前为止就是说 平均我们一个月大概就捐的不到3000代 如果以月份来讲的话 就是平均一个月捐不到3000代 但是需要使用量的要到3700到3800代左右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目前的话我们都是由台北军雪中心 这边来支应我们花冬这边 不足的一个使用量这样子 目前华林血库安全库存量 仍不足6天 尤其A型不到4天 O型跟AB型不到6天 也希望华林乡亲 可以持续帮助缺血的问题 接着蒋邦彦理事报导 接着蒋邦理事报导